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的同学 大家好 孙荣东投孤为名誉 孙荣东投... 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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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國的Toyota大家好 蒜頭頭顧為名譽 歡迎蒜頭頭顧為名譽 我們在今天除了針對大盤的一個盤勢規劃重點以外 我們今天還要花一點時間來跟各位傳授 就是說有關於技術分析之中 包括像這個買賣點 你如果來決定 甚至包括像趨勢多空 各位你如何來做個辨別 我們在今天就花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做個直接的一個技術教學 我們先針對今天這個台北大盤的一個盤勢 就是我們先簡單 跟各位做到這樣強調就是說 以到目前這個禮拜 今天剛好是一個happy ending 一個完美的一個 這個2017年的一個完美的一個封關 那畢竟因為以今天 今天就是說這個波段 就從技術性反彈展開以來 到現階段為止 包括在昨天 昨天是站上 成功的站上 放量站上這個包向月線 跟這個半年線的一個壓力 然後到今天今天盤中一度 有攻過這個季線的這個壓力 那後續收盤是微虎 微虎沒有去收上去 那重點我想就是說 以在目前這個台北大盤 實際上就有個全面性的一個考量 不管是說資金面 技術面跟所謂的一個政府的一個政策面 全面性我想 就是後續到元月份的一個行情 是相當值得各位 去做到一趟樂觀的一個期待 尤其就是說 以在最上方這條這條季線 今天微虎做一個站上 那後續我想 今天總是都已經形成一個表態 放量表態的一個上功 那當然就是說以後續 就是等到這個季線 季線的位置點 全面性站上去的後續我想就是說 台股大盤的一個整個架構 又已經恢復到一個叫做 全面性的一個多頭架構 那這個多頭架構當然的話 後續我想操作面的這些重點 就是留待各位去做到 他們密切的一個觀察 要去如何來做個選股 甚至這個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那我們在今天就特別就是針對 如何在這個階段點 來做到一趟就是說 一個選股的一個策略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以在目前就是說 針對我們在股市的一個 實際上實務上的一個操作 你要成為一個叫真正的一個大贏家 你要成為這個大贏家 難度不高 你就要好好去掌握 掌握住這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你趨勢方向 你要掌握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轉折 每檔個股 他那個油多轉空 油空轉多的這個轉折點 你掌握好的話 你當然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獲利價差好 做到這樣拉開 那重點我想 買還是要是買對主流 買對主流 那所以說各位 你知道掌握住這個趨勢 轉折跟主流 這三大要素的一個結果 你當的話 要成為真正的一個大贏家 這個難度就不高 那自己就是說趨勢 我想這個趨勢 這次在我們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我想是首重 第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我們在剛剛就說 針對盤勢的規劃 那時候就說 針對後續演的一份行情 相當值得各位去做到期待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以現階段居然趨勢 方向都還在走多 趨勢都還在走多 那就以我們觀眾朋友們 你操作面的一個立場 當然的話 我們這個快打部隊這個策略 你多頭的一個偏 多的一個操作 多趨勢的一個操作 我想到現階段為止 還不會去做任何改變 因為畢竟 轉折點 變盤的一個轉折點 還沒有產生這個當下 你當然的話 你現在去做到 這樣叫順勢的一個操作 那目前什麼勢 目前都還是維持 叫多頭勢 多頭勢 那我們就是順勢 去做到這樣 多的一個多趨勢的一個操作就OK 那什麼叫做 趨勢就是什麼叫做多頭 多頭架構的一個很標準的動作是什麼 壓力不是壓力 就是說這個壓力 我們就很簡單的一個全波高點 就是一個壓力 壓力不是壓力 它會形成 多頭盤 會不斷不斷去做到創高 不斷做個創高 那就是說在多頭盤這個架構的一個當下 他既然 我想這個大盤是如此 個股一樣是如此 個股不斷在做個創高 這都是一個很標準的 這種多頭架構的這種個股 那變成說你的一個標準的一個買法 我們就建議各位拉回去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因為他後續都會形成一下不斷不斷的一個創高 這是多頭的一個趨勢 那空頭趨勢 撐飛撐 持續性做個破底 上面有空頭股的話 支撐都不是支撐 它會形成叫鋁創新低 鋁創新低 不斷不斷做個破底 那既然空頭架構的個股 會做到這樣鋁創新低的一個破底 那各位你的一個標準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你要踩比較趁反彈 你去做到這樣找賣點 可以去找賣點 換斷起來 到重要的一些壓力區 你現在去做到這樣逢壓賣 或者是說卷空的一個動作 這是空頭盤 空頭架構的個股的操作法 那股票市場 出了多頭出了空頭 大概有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是採一個叫 都在做個叫區間的一個震盪整理 那就是說震盪整理 比如說盤整盤 那盤整盤 我想各位你如果去做因應 你就採一個叫做撐壓的一個操作 逢支撐你去做買進 逢壓力你去做到賣 就是說盤整盤是一個很標準 都是在一個區間做的有種 一個股票箱做的有種 那股票箱就是說 他回測到股票箱下緣 守住支撐 守住支撐這個前提之下 當然你就逢支撐去做買進 設好停損 逢壓力你去做到賣 甚至空你都設好停損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操作結果 就會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操作 那大樓大就說就一個實際上 我們如何去判別一檔個股 或者說這個大盤到底是走多還是走空 那變成我們最基本最基本的提示給各位的 就是用這個移動平均線 就是MA均線 均線我想就是說它是代表 比方5日均線就是這5天 從今天算起前面5天的 交易的這個平均的一個成本 這個平均的一個成本 那代表就是說 如果說5日均線就代表 最近這5天 買的人的一個平均價格 那平均價格就是說 我們的用法 大概我們會用到6條均線 那這6條均線包括像短天期 包括像5日均線 10日均線 中天期是月線 就是20日均線 一個禮拜就是5天 那4個禮拜就一個月 等於說月線是20日的MA 然後這個季線就是一季 一季就是三個月 三個月的一個就是用60日的一個均線 那這是中天期的 那長天期包括像半年線 年線 這是代表長期的這個趨勢線 長期的均線 那變成說我想 尤其我們會特別著重看重 這兩條均線 就中天期 包括像中天期 比較短當中的這個月線 這是我們稱之它叫做多空線 然後季線是代表這檔個股 它那個生命線 那相對我想這兩條均線 是我們會去做個特別特別看重的 這兩條的一個均線 站上多空線代表 中短線是走多 跌破多空線 就代表它已經 就是說以中期的角度來看 中期的短線已經開始走空 這是我們要首先去著重 這一條叫做月線的一個 一個實際上表現狀況 就是說我們是透過這6條均線的一個 一個運用 那當然話就是說以實際上 均線到底有什麼什麼好處 就是說 這個均線 我想它是代表一個落後指標 因為畢竟它是每一天收盤價的一個連線 那至於就是說 它雖然是一個落後指標 那問題說 它有相對的一定的穩定度 那你均線 均線到底有哪一些功能 包括你可以透過均線去研判出 這個股的一個趨勢 它的方向在哪裡 尤其是均線往上 當然的話 這趨勢是往上的 那均線往下就是代表走空 那趨勢就是說這個均線 都在水平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角度做一個遊走 那是代表是盤整的一個趨勢 那除了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均線 來看這個趨勢以外 那講趨勢就是說以均線 又會是代表著一個叫做支撐 跟壓力的一個觀念 我們就很簡單 有些人跟你講說 月線 月線是做跌破之後 後續就會形成它的一個叫壓力 壓力 然後就說以你月線去做突破 突破通常會做個回撤 那回撤 這個突破之後的這個月線 就反而會變成以後的一個叫支撐線 那所以說我想均線 它又具有這樣子的一個叫支撐跟壓力的一個 判斷的一個一個功能 那另外均線第三個功能 就是說相對應 均線會有叫助長助跌的一個作用 那什麼叫助長助跌 就是說它如果說趨勢線是往上 尤其說角度越陡越好 趨勢線往上 它就有助長的一個效果 就會有助長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說趨勢線是往下 它是屬於叫助跌的一個效果 那等於是說 相對應均線是屬於一個叫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 當然的話 有它一定的一個穩定度 會比你用運用這個單單 運用這個叫指標的一個運用 這個穩定的一個程度會更高 這是均線的一個用法 那當然我們如何去判斷就是說 一檔個股它到底是走多還是走空 那我們就很簡單的用這條多空線 20MA來當作這個 就是月均線來當作這個多空的一個分界點 那什麼叫做多頭 就是說我們就打開K棒 K棒我們通常是用日線 那你用日線的一個20MA 就是月均線 如果說它同時站上去 短期就是日線的部分 日K棒 這個多空線20MA站上去 那同時你要去檢視一下 周K棒 周K棒的一個20MA 一樣 等於是周K棒的這個 它的一個 多空線站上去 同時你要檢視一下 包括像短期中期的這個 它的多空線同時要站上去 尤其說 這條趨勢線是要往上 是要上彎 那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 包括像短期日K棒的這個 20MA站上去 是說周K棒的這個 20MA站上去 然後再加上 這個不管是 短期還是中期的趨勢 都是往上 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的個股 就屬於叫多頭架構 多頭架構 就是要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 那反之如果說 同時跌破 日K棒的這個20MA 跟周K棒的這個20MA 同時去跌破 日K棒的跌破 周K棒的跌破 那甚至 它是維持一個叫 下彎的這個趨勢 那這代表 這檔標的 是屬於一個叫空頭架構的個股 那當然我們想說 我們這後續我們在 根據我們實際上的歷史 再跟各位做個直接的分享 那當然就有一個實際上 實際上實務上的一個操作 我們還是建議各位 無論如何 尤其說我們這個交寫節目的話 我們都會在陸陸續續 不斷的一個後續的一個時間 我們會找時間 不斷來跟各位做戶習 因為這個我想是 各位你操作股票 最基本最基本的一個嘗試 你不能說這種嘗試 都沒有的一個前提之下 你要去做我想 相對來講這個風險性就比較高 那你學會這些基本的一個 判斷的一個基準之後我想 後續再有更精細的那個問題 我們都一樣 歡迎各位再來做個直接的一個 跟 來做個詢問就OK 那就有一個我們 實務上的一個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太弱換強 我想每一個人都聽過這句話 那你要如何去做到太弱換強 尤其是說 我們要買進的這種個股 我們一定是買強 去換弱 把弱勢 把強勢個股 讓賺錢的個股 繼續幫你去做到賺大錢 那如果說各位你的一個持股 是屬於叫跌破這個多空線的話 建議各位你要去做到 趁他反彈去做到找賣點 是跌破這個月經線 那後續如果說連中天起這個季線 都去做到跌破 我想這個是相對已經 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季線去做跌破 我想後續結論會是一瀉千里 因為季是一季的一個平均成本 那一季最近這三個月的平均成本 都已經跌破 表示這一季的人全部都去套牢 套牢的話我想這個 會形成一個叫多殺多的一個態勢 股價會形成一個叫快速的一個拉回 那換強大的話 你要去找這些真正強勢多頭的一些個股 站上多空線 尤其就是說你的標準操作動作 拉回去找買點 我們要買股票 買我們買 只買真正強勢的這種多頭個股 逢拉回手撐去做買 這是我們這一路以來 你看我們 魏老師我們的節目 一路以來 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的操作觀念 買強 買強 買就是買強 真正強勢多頭的這種個股 那不需要希望追的 你就趁他在做個整理修正拉回 因為畢竟每天都有個股在做個強勢輪動 有些個股 你看好他基本面狀況OK 你就鎖定好他 靜待他去做到他回撤手撐 我們再做個買進就OK 但是針對就是說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還是建立各位太弱換強 永遠是各位操作面的一個守護 你把你強勢的一些個股留下來 弱勢個股 我想這個是以往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閃戶為什麼會輸 因為賠錢的個股都是抱很長 抱很長 賺錢的個股都是抱短短的 所以說這樣子長期下來的話 結論還是輸還是輸 那所以說之所以要不斷跟各位做 這說到這樣強調 太弱的一個重要性 弱勢個股 嚴格執行停損 嚴格執行停損 不要讓賠錢的個股 一賠就是一賠一整段 賠到賠了 你變成是他一個永遠的一個股東 這是我們最不樂意去看到的 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針對我們這個整個一個 一個六合戰略 我們這個增薪獲利數的一個應用 我們是透過這個叫 透過基本面去做選股 然後透過技術面來決定這個買賣點 那一買一賣的後續 你無論如何要做這麼樣的動作 你要去做到一趟執行的一個檢討 做對的話 不斷去互製你的成功的獲利模式 不斷去互製 做錯的話 把原因找出來 把原因找出來 然後去做到一趟修正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循環 就能造就各位 不斷不斷這個選股功力 操作功力的一個精進 但是我們整個一個操作的一個模型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針對這個買賣點的一個部分 我想我們總共有八大買賣點 那歐老師我們在今天就是 跟以往這個課我們有上過 就是說也不斷在跟各位做戶習 不斷來強化各位你的這種觀念 如果說你有看到這些買進的一個訊號 產生那個當下 好好去把握住他的機會 當然的話這個都是各位你後續能夠賺錢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利基點 那我們就列取這檔個股 這檔個股GIS 在以往我們的一個買法 買點的一個策略 各位你可以去買這種叫做指標打底 指標打底 什麼叫指標打底 就是說他的K棒 幾乎不會動 幾乎都不動 那問題是說 K棒在這裡刪 在這邊緩顧足底 K棒有些甚至會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這三個點越來越低 那問題他的指標 他的指標已經越來越提越高 尤其說用RSI指標 或KD指標可以 指標越墊越高 那結果股價都沒有動 這是代表 準備要動 那是一個很標準 屬於叫打底背 已經怕在指標打底這種個股 掌握住這種買點 一買就是一大段 這是針對這個指標打底的部分 那甚至就是說 像以這兩個股市 股價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問題他的指標是 越提越高 越提越高 這又是一個很標準 指標打底 K棒就說他的股價一直在做創低 或者是收平 然後指標越提越高 越提越高 這都會是一個叫做買進的一個打底的一個背離 打底背離 那打底背離的後續就是準備一段的一個上工 那這是第一個用法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指標的一個打底背離 那反肢做頭背離 做討起來上面就做討 股價還在做個創高 那問題是說他的指標 業體越來越低 你只要看到三個頭 三個頭產生 股價一直創高 該過指標一直在做個遞減 那這是一個很標準叫做頭的一個背離 那是反肢 你一定要去做到這樣執行這個叫賣的一個動作 另外一種買點就是所謂的叫三線合一起漲 這是透過這個均線的用法 你去應用 包括像5日均線 10日均線 20日均線 用這三條均線短天期的這個均線 他只要形成一個 三條線糾結在一起 然後形成一個放量起工 就做個上工 這是一個很標準叫三線合一的起漲 起漲就是一段 只要糾結起漲又是一段 這是三線合一起漲的一個用法 另外我們就是說 有針對這個KD指標 講KD指標各位 你都很熟悉 那問題是說我們的用法 是跟一般坊間不太一樣 那尤其就是說我們針對KD指標的用法 我們是說像一般坊間告訴各位 破20 K破20叫做超賣 那超賣的一個結果 已經刺太像了 你要去買 你要站在一個買方 那問題很多很多破底股 一直破一直破 破不完的這個股 通常他是破了20 繼續跌 繼續跌 所以我們這個坊間的一個用法 我們不建議各位去做一個應用 那另外K過80 坊間告訴各位 K到80 過80的時候叫做超賣 已經買太多了 買太鄉 漲太多了 隨時會做個翻轉 那他這是一個賣點的一個觀念 其實說黃金交叉 KD黃金交叉 要各位去做買進 死亡交叉 要各位去做到賣出 其實我想我們的用法 都跟這個坊間的用法不太一樣 那我們是採一個叫壓力 跟支撐的觀念 那什麼叫壓力 什麼叫支撐 就是說我們就是說 不管是說K破20 或者是說他的一個叫做黃金交叉 我們就是說K破20 或者說死亡交叉 這是一個支撐的一個觀念 只要K破20 支撐有手 那就代表這是買點 那問題支撐不守 反而後面還一大段 你支撐破支撐的這個結果 就是說你要去採一個 叫反向的一個操作 破支撐就是賣兼空 然後死亡交叉一樣 死亡交叉 他也代表 並不是說這檔個股 就是已經結束了 他只要是說他的支撐有守住的話 反支還是一樣是你的買點 你是買死亡交叉 你不是賣死亡交叉 那當然的話 我們再講回來就是說 K如果過80 過80我想 每一檔標股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一路帶給各位 不管精彩 不管全新 最近這段時間 像這個 像立敦 像這個 包括像這個 達韻 全面性K都是過80 那K過80 就是有壓力的觀念 壓力突破 就是買點 黃金交叉一樣 黃金交叉 黃金交叉 是代表一個壓力的觀念 只要黃金交叉 他的一個高點 當天那個K棒的高點 一突破 那這個才叫做 真正的一個黃金交叉 買進點 那當然我們就用一些 實際上的一個例子 來跟各位做分享 我想包括就是說 以現階段我們看一下 包括像這個 像實際上 其實這個精彩的部分 各位你都不妨可以看一下 K 在當時 當時 黃金交叉 黃金交叉 是一種買這種奇障點 的一個觀念 那變成我們在剛剛 也跟各位做強調 黃金交叉 你要去觀察它 壓力 就是說從黃金交叉 這個點開始 你對上來 他的高點 能不能去做突破 壓力突破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一個 叫黃金交叉的買進點 像是K過80 K過80 正面過80 你正面對上來 股價在這裡 你如果說你去賣 賣掉 我想後續這一段 是跟你是無關的 其實這一段 每一檔標股 都是從過了80之後 他80在這個地方 你對上來 大概是這個價位 在這裡 那坊間交叉 告訴各位 你要去賣 賣的這個結果 後續這一段 你都不會賺到 這個又是幾乎 一倍的一個漲戶 你都沒有去賺到 這是K過80 的一個用法 那另外 我們就是說 針對 除了黃金交叉 是買這種起漲 甚至說 這個K過80 每一檔標股的一個模式 都是如此 那我們就甚至包括 就是說 這個我們在之前 有跟各位強調過 KD的一個用法 就是說 他如果是說 K過80 超過三天 超過三天 這後續 都很容易去看到 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 持續性一個創高的一個 實際上結果 用這檔個股 來跟各位做黃金交 KD黃金交 也就K過80 這邊都是過80 尤其是說 像這檔標的 這邊 開始進入到80 那如果各位 你去賣掉 賣掉 賣到這個點 也不夠漲一小段 而已 後面一大段 你都沒有去賺到 相對應就是說 K只要說 K過80 超過三天 以上的一個結果 後續很簡單 初期第一趟 第二趟 第三趟 甚至到第三趟 都會做到 實際上創高 淘景佳好幾天 後續就是創高 這邊有好幾天 後面還是創高 這邊一樣到現在還是做一個創高 這是我們用簡單的一個應用 也不斷 也在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就跟各位做到 直接的一個分享 目的無他 希望各位 能夠好好去精進各位的一個技術 然後在耳後的一個 實戰上的一個操作上 能夠就是說 戰無不克 攻無不勝 等於是說 能夠不斷不斷去做到 累積各位這個獲利的一個效果 那相對來說 有相關一些 操作面上的一些問題 我們當然的話 也歡迎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來電來跟我們做個相關的一個 一個一個諮詢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問題的問題點 技術面有什麼操作上的一個問題 也 我們也都歡迎各位 都能夠直接來 來跟我們做個直接的一個諮詢 好 今天這個教寫節目就告一個段落 那當然的話 祝福各位 在新的一年 新年快樂 然後 在2018年 都能夠去做到一趟 天天的一個打算 謝謝各位收看